在京都发现了一家传统炒粒子的方法 其实我们刚刚在警示场里面有看到有一家 那一家是用压力锅在炒 可是这家看起来比较像台湾的 它用的是热石头在炒粒子 听说这个是传统的 而且他们家也是天津甘粒 天津甘粒跟京都的粒子有什么不一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 天津甘粒是小小的炒起来油亮亮的 然后看一下它的招牌 你看他们家的招牌有多漂亮 这么老的一个招牌 见证着这一家天津甘粒炒粒子 好香喔 炒粒子的粒食 你看它是两锅一起炒喔 有没有 这个老板站在正中间大家看不见了 我是王瑞雅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带路人Yuki Yuki带大家来玩警示场喔 拜拜